这个有多怪 你看 有甜的有辣的 这个是自然粉 再放点芝麻是吧 再放点花椒面子 你看 麻麻辣辣的是吧 大家好 我是滩光灿 今天呢 咱们做个怪味花生 这里边是一斤 慢花生米 半斤杯汤 自然粉呢 大概放五克 辣椒面呢 看自己弄里 能吃啥咱们多放啊 不能吃啥就少放 花椒面 我建议大家少放点 吃一只里边 妈嘴 装装装装装 不用再放太多 两种颜色的芝麻 你要放在里边 搭配都不好看 半鱼 出来爽 爽爽 等会咱们尝一下 煙到底怎么样 尝一下味道 花生米呢 肯定是要油渣的 要像渣渣的花生米 这个好看 还有酥脆的话 咱们先炒个水 我先点桌 来 炒水 这时候 咱们看水下锅 烫的时间不要太差 大概20秒左右 把这个皮啊 给它给鼠染开来 然后呢 去除这一部分的颜色 倒出来 一定要控软 有的人扎法 花生米 为什么黑呢 看看这是掉下来的颜色 来 锅中加油 不要搞底油温啊 拎油温也可以 下花生米 小火慢炸 这个泡泡就来又少了 这个时候呢 能不能听到啪啪啪啪啪声音 能听到吧 这个时候呢 咱们火 就是这样再挑小一点 是它里面呢 就可以 更加粗脆 对吧 来 我尝一看看 哎呦 我怪 堵贼 还差点火 差点火 差点火 好了啊 这颜色也好了 稍微倒出来 花生着锅 里边稍微呢 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半斤排汤 半斤水 下排汤 太火的时候 一定要不停搅拌 要不然呢 容易糊过边 锅中的泡泡费 越来越小啊 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呢 像 像这个 玉米里差不多大 啊 等一下 咱们就是 荒冻啊 芝麻啊 这 越来越小 非常密集的哈 然后这个时候 赶快下去啊 再完就是扒死了 翻炒 哎 下这个挑好的 怪味面 把火管上 换 好 让这个汤 一定要让汤快速冷却啊 好 来出锅 嗯 虫肥 这没有事 再当个小零食不就累了 是吧 去吧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